接下来带领独家直集 火锅店有没有做好防疫措施 来看到高雄这一间小火锅店生意非常好 民众进到店里用餐都要量额温 手部喷酒精消毒 但是他们却发现好多人都坐在一个大桌子上 彼此之间距离非常短也没有隔隔板 这样的情况也让外界担心 会不会成为防疫破口 不少人喜欢在冷冷的天来一锅热乎乎的火锅 但日前有民众来到高雄一间火锅店 用餐 但过程中让他越吃越担心 因为好几组的客人同时坐在食人大桌上 而且中间完全没有隔板 让他不禁想问疫情严峻之际真的没问题吗 不知道这些陌生人在旁边吃火锅的这个人 他到底是从哪边来的 有没有什么疫情感染的风险 我觉得这样很可怕 这情况也同样有其他消费者留言反应 认为吃饭不能戴口罩 如果刚好被分配到吧台用餐区 都几乎和其他组客人面对面 希望店家能在中间加个活动隔板 在发生今天应该隔板比较安全 保障我们自己安全 听闻消息后店家紧急发出声明 表示对于顾客的安全也是相当重视 除了做好个人及店内环境整洁外 所有员工都在门口严格把关 不论是凉耳温还是喷酒精消毒 通通有未来也会演绎增加隔板仪式 专心吃饭不要讲话的话是可以接受 其实高雄不止这一家火锅店没有装上隔板 就连知名的连锁铁板烧 每一组客人之间除了没有保持一定距离外 更是不见隔板踪影 虽然餐厅没有强制规定要做隔板 但疫情尚未控制前 和不认识的人坐这么近 也难怪民众会 新驾驾记者综合报导